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卡通城也不甘落后 于是 一场普及奥运支持的卡运会开始了 蓝猫和他的伙伴们决定也要为奥运火一把 那些记者问了一天了 我饿死了 队长 怎么办 说不定他们还会来的 是啊 我们得找小多多问清楚 你们快去找小多多 我来应付那帮记者 快去 这么晚了 还去啊 明天的记者招待会 只有小多多才能把事情说清楚 哇 好吧 各位朋友 多多饮料是否还有兴奋剂 今天绿猴将在市场进行试 大家好 我们将对饮料进行检测 我保证它没问题 你凭什么保证 事实的真相如何 我们将对饮料进行现场检测 证明给大家看 我们请检测官鳄鱼先生进行现场监督 下面有请检测官鳄鱼先生 咿哩咿哩 咿哩咿 咿哩咿哩 嘿嘿 大家好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我是最新型的检测仪 味道不错 有维生素 纯净水 鲜果汁 脂肪 果然不出所料 大家尝尝 快尝尝 新鲜果汁 绿色饮料 难道淘气估计错了 不可能啊 红马狐狸的手 咬狐臭 怎么样 说了没有兴奋剂吧 狐兄 你也来一口 来吧 尝尝 味道很不错 走开 你这个捣蛋鬼 我要给你的嘴巴装条拉链 再加把锁 咱们老丈心丈一起算 看你还敢不敢捣乱 哼 讨厌鬼 今天的新闻没什么价值 我们该撤了 好啊 小多多 又是你搞的鬼 小多 又是你搞的鬼 小多 是你自己拿错呢 那是我做实验剩下了废水 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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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干嘛用瓶子装 你给我说清楚 这点环保 这都不知道 你想让绿猴蒙混过关 我看呀 你们是做贼心虚了吧 红狗 绿猴 怎么回事 这还用问吗 他们是故意的 住口 别冲动 冷静点 绿猴 你不承认就算了 居然还给我们喝废水 不好意思 你要是我拿错的 拿错了 你还想欺骗我们新闻界的朋友 菲菲 你想捣乱 还威胁我 别乱来 喝它 朋友们 我们上当了 他们想用废水掩盖兴奋兴奋剂的事实 静一静 安静 刚才无意中让大家喝了废水 很抱歉 但是我们的饮料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重新检测 检测一百遍都没用 给你喝 给你喝 我才不喝呢 这是真的 看 看 好啊 是你把它换了 待会儿有你好看的 别怕 红狗 你可别又拿错了 没错 这是我们的饮料 这是用来检测的 等等 检测官先生 你再瞧瞧 可别又是废水啊 这次没错 给我 你再瞧瞧 蛋白质 火焦 天然果汁 维生素C 纯净水 不明物质 拿来吧 大家快看看 不明物质 饮料含有不明物质啊 特大新闻 快看 快看 不明物质 对 不明物质也就是兴奋剂啊 我们早就怀疑他们在喝兴奋剂了 大家别听他的 只是不明物质 不是兴奋剂 不是兴奋剂 那你说是什么 打不上来啦 红狗心虚啦 快看哪 不明物质 饮料含有兴奋剂啊 深山老林队不用兴奋剂 特大新闻 这个红狗狐狸 红狗别冲动 维虹你对此有何解释 红狗请说说情况 红狗打人啦 让开 不得了 红狗打人啦 红狗 红狗喝了兴奋剂 精力真旺盛啊 差点打到我啦 大家快拍 深山老林队黑幕 大家快拍啊 红狗打人啦 红狗喝了兴奋剂 打人喽 为了消除舆论压力 深山老林队 对饮料进行现场检测 不料 饮料中果真含有不明物质 并且引起媒体舆论更深的怀疑 猴队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局面 请看下集 莫名败震 蓝猫运动小知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山地车越野运动最初出现于法国 一些自行车运动员厌倦了在现代化公路上的枯燥训练和比赛 他们到丘陵地带寻找新的环境新的挑战 于是一种全新的运动方式产生了 据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斯科特 是第一位将普通自行车改装成山地车式样的人 后来山地车越野运动逐渐在欧洲流行 并形成赛事 1990年国际自行车联盟承认了这项运动 1991年首次举行世界杯赛 越野赛应选择崎岖不平有天然障碍的路面 必要时设置人工障碍 赛程男子四十至五十公里 女子三十至四十公里 比赛时各队从左至右排成一路纵队集体出发 以到达终点的时间判定名次 男女个人越野赛均于1996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 马彦平是曼谷亚运会和釜山亚运会的金牌得主 也是连续五年的亚锦赛冠军 在悉尼奥运会上 马彦平的自行车突然爆胎 最终他扛着自行车坚持走完了比赛 他的这种体育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和敬仰的 运动小知识 自行车男女个人越野赛均于1996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 本跑的脚步飞 仰的汗水洋 光着走来来猫运动队 伸伸胳膊 提提腿 为了比赛不怕累 让我们奔跑奔 让我们奴力奔 让我们手拉手 让运动围绕在你左右 让我们奔跑奔 让我们奴力奔 让我们奔拉手 我们都是 蓝猫与终会